今天是2020年7月9日 在1932年7月9日 著名画家大卫·霍克尼出生在英国 不谦虚地说 霍克尼就是在世最伟大的画家 没有之谜 在2018年11月 纽约加什德拍卖中 霍克尼的代表作之一 艺术家肖像 以9000万美元的天价成交 一举成为当时最会在世艺术家 据说买家可能就是周杰伦想工具 我觉得霍克尼的作品很有博性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的画作 看看你是否也被洗脑了 霍克尼从一开始 就没有掩饰自己是同志的事实 当时保守固执的英国 却对此事讳莫如深 1964年初次来到洛杉矶 霍克尼立刻爱上了这片 自由阳光无忧无虑的地方 随即定居于此 在洛杉矶随处可见的四人泳池 让霍克尼无比迷恋 在整个60年代 霍克尼在加州创作了 大量以泳池为背景的作品 这也成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系列 一个更大的水花 可以说是霍克尼最著名的作品了 画面看起来非常简单 霍克尼用快干的丙溪颜料 涂满整片区域 每样物体都如此简单和平面化 这种高饱和的用色和扁平的画面 是霍克尼画作最明显的特征 画中我们没有看到一点点 关于阳光的描绘 但从辉华的技法上来看 也没有什么特别高深的地方 却能实实在在 让人感受到这个慵懒的阳光无后 洋溢着特别的性感 霍克尼就是有这种神奇的能力 霍克尼对于水波文的描绘更是一绝 在这幅作品中 画面凝固的场景和瞬间的水花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霍克尼曾说 我很喜欢画这幅画 水花持续了两秒钟 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来绘制这持续两秒钟的时间 虽然画面中没有出现一个人 但从见起的水花 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一丝减肥皂的息息 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泳池作品 霍克尼将这个减肥皂的意味 和魔性的水纹更是崭露无遗 特别是泳池的波纹 每次看完都觉得水纹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整个世界都跟着画作开始摇摆 我觉得奇特的是 明明只是简单的几笔竟然如此稀弄 再看看这件泳池的泳圈 我当时真的待了很久 可能也只有霍克尼能画出 这么扁平可爱的泳圈了 80年代 好莱坞的罗斯福酒店 就曾专门邀请霍克尼 为他们家的泳池画画 霍克尼真无愧泳池代言人 1981年霍克尼也曾来到中国游玩 在观看康熙南巡图后 中国古典长卷中的散点透视 大大启发了他的思路 也极大影响了后来霍克尼的绘画和摄影作品 特别是摄影作品 多镜头拼天而成 其实也颇有立体主义的感觉 如今已经年近90的霍克尼 依然与时俱进 开始用iPad创作 他就是那个永远有着奇思妙想的 可爱老爷爷 优优独播剧场 结果比较大规创作话